嗨 居麻娜莎莎瑞克之王Overload 好 書接上回 還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支援的部分 我相信大家現在應該是 這個缺那個缺 然後錢也缺 那個虎光粉也缺 虎光的升級材料缺 全部都缺 在我講這一段話的時候呢 你可以暫停看一下 這位大大呢 他講什麼 然後我升表 同理 感同身受 心同此理 好多好多好多成語 好 那重點在於說 我覺得他這個留言很重要的原因是 不只是虎光 還有角色也是 然後角色的虎光 還有包括其他的資源也是 玩這個遊戲呢 因為基本上 我們先回到遊戲裡 因為我去年在看的時候呢 我都是看他們 如何玩這個遊戲 可是他的如何玩 並沒有說很有技巧的 每一個 每一個UP組 因為大部分都叫UP組 B站的UP組 沒有一個是說 新人應該注意什麼 或是新人不應該怎麼樣 對他們完全是玩給你看 然後吸引你這樣子 那等到你進來之後才發現說 原來資源一直在浪費 我用我的例子來講就好了 剛才那位大大不是說 通用虎光最好不要 加嗎 這句話我真的覺得 我找一個 我真的很笨 你看這是後攻爭奪 這個就是通用虎光 那怎麼看是不是通用虎光呢 你可以從這邊然後按更換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這個角色裡面 你可以用的虎光 好 那這個可能 比較小 我們一樣 從背包裡面去看 虎光呢 這邊 就會一目瞭然出來 那你按進去的時候 他就會寫說是誰專屬的 你按到哪一個 他就會寫是哪一個 這樣子 好 那像這個就是滅果魔法師 好 那 如果說 他是專用的虎光的話 他的 框框裡面有一個紅色的框框 框起來 這就是專用 這就是專用的 那如果通用的呢 像 這個 你看喔 他的框框裡面 他是沒有紅色框框框起來的 有沒有 這兩個就有差別了 對 通用虎光呢 我比較致命的地方是在於說 我有幾個是 就是 把他 加值過 對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欸好 這邊 這邊沒有寫 所以如果你看 還是要回到角色這邊來 那角色這邊 這邊 這邊就有個等級嘛 然後有個星級 對 好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有多白癡 我通用虎光這個 你看後宮爭奪 我這個也練了 還練到85 所以我浪費了很多資源 那通用虎光的部分 我 我不否認有一些通用虎光 確實是蠻強的 那 值不值得練 就看你用不用得到 那如果你覺得用得到 那 又可以取代 就是 某些 某些副本 或是某些場合 PPP的部分 可以取代的話 我覺得你練沒有差 像我練這個 後宮之針 你看一下他這個解釋 通用的效果是 自身反擊率提高25% 並且 反擊傷害提高25% 持續兩回合 你 你他媽的如果 持續個 就是這場戰鬥結束為止 我都不會 太去 計較或幹嘛 好可以分享 我順便分享一下 可是問題是 這個通用虎光只有兩個回合 對 那如果六星他給我升到六個回合 那其實基本上六個回合 不是 不是敵死就是我 真的就是這樣 PP的部分是這樣 然後你在打副本的時候也是這樣 你們現在應該發現 副本應該會越來越難打 從 80級之後 然後90真的是 又一到關卡 那90以上呢 就更不用講了 所以我真的放很多錯 你看像我這個 也是通用虎光 受傷後固定機率恢復生命上限 如果他的固定機率是100%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以練的啦 我是這樣子想的 對 好這個也是可以分享 等一下再來分享 所以通用虎光不要練 那我 你覺得什麼可以練呢 我覺得狼妹可以練 然後 SR的部分喔 我說SR 那有一些 有些SSR 後期可能用不到 我覺得你現在不用練 像這一隻蟲蟲也是 戰蟲的部分 還有隻盾 對 盾蟲的話是 大家極力而推薦的 那這隻是戰蟲 就是戰士的科賽特斯 好 我覺得倉柱是可以練的 因為 我到現在還有用它 那馬雷不用講嘛 好 漆黑聖典第九席 對 我到現在還有用它 它真的還蠻好用的 然後 我應該是直接用SR給大家看 會比較方便 對這一些 我真的覺得 因為有些根本就是下位 那有上位的話 像 像如果你有 夏提亞的話 其實這一隻 也是可以不用練 我說實在 因為我現在都上夏提亞 那 如果把它上上去之後 最主要是 它還有一個 隊長技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這邊沒有顯示出來 對 它有一個隊長技 為什麼SR的隊長技 都沒有顯示出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8個 好 那 總結一句話就是 資源的方面 如果 確定可以一直用得到 就升 如果用不到 就盡量保留資源 先升 SSR的 好 那再來的話 有另外一張圖 是從那個Line的社群裡面 我下載下來 是有位大大分享的 就是這張圖 這張圖呢 你看喔 剛才 上一集不是有講嗎 就是 這一隻 然後跟 絕食絕命 打的輸出是一樣的 然後 它是群攻法師 絕食絕命是 小範圍加 單獨個體的 攻擊力 對 那這兩隻呢 非常重要 所以 基本上 就是要抽 那再來的話 我之前一直講的擺一下 然後 盾西枝 他們基本上 這四隻派上去的話 你不用派奶 沒關係 我這邊給大家一個 我自己認為的觀點就是 我覺得 很多遊戲 護盾 你把它想像成 它是一個加血的狀態 對 那每個護盾 譬如說加100護盾 那就是再幫你加100的血 那直到護盾沒有 就是那個血扣完 才會扣到你本身的血 對 所以說 如果說護盾的方面的話 我覺得 如果 盾夠厚 你是不用帶奶媽的 像 魔獸狩獵的 魔物狩獵的部分 這幾天開啟的一個 新的活動 可是 他並沒有 紅點點告訴你說 他需要打 所以 他魔獸 魔物獵 魔物狩獵的部分 他就是在 這個 組清單 裡面 算清單嗎 對 按進去也可以 那我是在活動裡面 的 主題裡面 發現的 然後才知道說 有一個新的活動 這樣 當時真的是 晶晶又嚇嚇的 對 那我目前 達成 兩個S了 然後三個S還沒有達成 我的挑戰裡面 我就是沒有放奶媽 我就這樣去打 所以 分數的部分 差一點點就可以拿到 各十百千萬一萬的積分 所以奶媽重不重要 如果你的盾 夠厚 奶媽 其實是沒有那麼重要的 這是我要講的 對 因為很多人會想說 之後不帶奶媽 可不可以 可以 因為一直 我之前一直強調 就是盾西枝 加白夏的部分 真的是 那個盾很厚 我只能這樣說 那我們再回到那一張圖 好 這張圖呢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們現在在用的東西呢 都已經被排到 T1或 之後 你看 默默啊 你看 燃燒的小笛啊 公主也是 對 為什麼公主會排到T1.5的原因 是因為 他們這兩隻啊 都可以先機開盾 所謂先機開盾 是他不管你的速度多快 除非對方也有先機速度比你快 不然在 對方沒有先機的狀況下呢 你會先機開盾 對 那 這時候比速度就很有必要了 可是基本上 嗯 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 其實基本上 你開完盾 你開完先機 那我速度差你一點 那我再開先機 是這樣的順序 所以對方開完先機 他並不會打你 而是會先讓你開完先機 這是我目前看到 額路方面對戰的 好 那再來就是 偶像夏提亞的部分 好 這張圖看完之後呢 我們再來講夏提亞 所以可能要再一集了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隻啦 盾蟲 就是這一隻 然後鎖流箱 剛剛也看到了嗎 就是上一集有看到 他的那個戰鬥表現 大家也是蠻愛他的啦 就是 可能要到時候看他的那個機制 不然他不太可能會排在 0.5的這個地方 這樣子 對 那我們現在用的角色 基本上都是踢1.5之後了 然後包括我們之前在講的 頓牙跟頓夏的部分 對 雖然有先機 可是他們的 我不知道 應該是他們的 後頓的厚度 比不上這兩隻啦 就頓席子跟白夏 對 好 這樣子 那狗女僕 然後蟲蟲 然後蟲 還有娜貝 他送 還有他送的那個 白牙 基本上都是已經輪到後面的啦 對 白牙這一隻 然後這是艾牙啦 是嗎 喔 看錯了看錯了 這一隻是 艾牙 這隻是白牙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他邊邊角角的 有這個紅色的地方 紅色的是艾牙 對 然後這是白牙 白牙是綠色的 對 好 這張圖呢 我覺得 你們可以截圖下來 那我們下一集講 下 那個 偶下的部分 偶像夏提牙的部分 愛美濃